我們在使用這個前景遮擋的無縫專長其實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畫面移動性要一致的 都是像我這個畫面是從左到右 第二個呢如果你是上下的話一樣也是從右下往上或是右上往下 這兩個融合畫面是盡量一致才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盡量不要晃動穩定度越高越好 第三個是如果我們要增加立體感 我們就是在過場的時候新增一個blut out或in的部分 就是讓它有一個鏡頭景深的模糊感 OK我們先看一下再看一下原來的這個畫面吧 我們開始來編輯 好 先稍後一下先還原 應該是這個這一段 好沒錯 那我把要合成的畫面裁切部分把它 欸不對 應該是從這裡 對 從這裡才對 那我們看上面第一個前景的部分 來我們 用箭頭慢慢看 這樣回來 出現第一個畫面已經切入 我們要讓它 做消失的畫面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開始要做 節點了 在這個地方就 裁切掉 開始做變 設計 鋼筆工具打開 透明的 然後 開始畫出節點 OK 然後 inverted 反轉 然後我們 下一個畫面看一下 這邊要記得要勾選 這個勾 它才會跟著移動 OK 千萬這個一定要打勾 好 我們看下一個畫面 移動到第二個之後呢 我們再慢慢去移動 我們要的位置 然後調整一下羽化 讓它不要那麼突兀 這邊 這邊 好 差不多這樣就好 那如果你要新增 節點呢 你的屬個以上 你會看到一個加的符號 你就點一下 就可以新增一個節點了 沒錯吧 如果你不要這幾天 那如果你不要接點 cmd 或 cmd 押 就可以刪除這個節點 那用 自動的節點 按照 你可以做一個 背之曲線的移動 這功能在做什麼 比方說 你看這個素材好了 它這個轉角處 很多 圓形 或 弧度 就必須用剛才那個做法 OK 這是比較進階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用快轉的方式 因為接下來就是一直做時間軸的移動了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要接著做第二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blur in 跟 out 的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在過場之後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編輯 我們從這個部分大概到這個位 這個地方 我們讓它模糊一點 我會用這個 我會用這個 就是那個 玻璃還是那什麼 鏡頭 鏡頭模糊 然後回到控制面板 大概到這個 位置我都要模糊 然後我們用 先大概看一下這個地方 沒錯這個模糊 這個小43差不多了 然後再 42 然後再 完全進入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就要讓它更清楚 我就要讓它變 0 OK 我們看一下 可以再調整一下 讓它 更順一點 OK 我們這裡打開 然後把它圈選起來 我們用被子曲線 這裡 被子 OK 它的 就不會那麼突兀了 來 我們再看一下 OK 就是 你的曲線如果越滑順 它就不會那麼 那麼 視覺不會那麼 直接 更有緩衝感 然後再來是這個 前景的部分 我們要讓它更糊一點 我希望在這裡時候 可以更糊 那一樣我用 Blur的效果 放在這裡 好 然後 差不多 到這裡 所以我在這個位置 嗯 先取消更正 我在切進來的時候 就要 變化 這邊就是 先用0 然後在這個時候 就要 差不多 三十幾天就可以了 看到它跟它有融合感 我們看一下吧 OK OK 那 進來畫面進來的時候 我們也給它一個blur 好了 然後 差不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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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 15個銀子的部分 我們讓它 清除一點 然後用倍字曲線 OK OK 稍微調一下 稍微調一下 0 0 入住下一個 這個地方 模糊度跟它差不多就好了 不要太高 奇怪 好 大概這樣就 就完成了 我們再看一下畫面如何 OK 以上分享到這邊 謝謝